好 另外再看到为了要让符合规定的族人 能够尽快的取得土地所有权 华林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在111年 责定光复箱以及封冰箱执行加速方案计划 那么在公所 地震事务所 国有财产署 以及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退府会 以及其他工产机关的协助之下 已经是完成了747笔审查作业 并且也协助300多名的族人取得土地的权利 政华边云住民保留地的目的在于安定云住民 在云住民主地区基本生存 以及解决云住民主地区长期以来 居住用地不准的课题 华林县政府作为云住民保留地工作执行的中央县市 为了符合规定的族人们能够尽快取得土地所有权 华林县政府云住民行政处在111年 则定光复箱以及封冰箱执行加速方案计划 在公所、地震事务所、国有财产署 以及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退府会 以及其他工产机关的协助之下 已经完成747笔审查作业 并协助300余民族人取得土地权利 113年在玉里镇也将加入本项计划执行 预计将完成超过500笔振化边云住民保留地 现在许专业表示从当地立法委员到县长任内 就非常关心云住民族 不论是个人或是集体的权益 原住民保留地是保护和保存台湾云住民族文化和传统的重要制度 也是确保云住民族土地权益的重要手段 为此县府加强立步的协调 并请云民处以及地震处沿以可行策略 并积极以相关工产单位协商 并加速审查的程序 因此县府在122年底已经将确定符合规范的案件 委托测量厂商进行测量 同时也邀请工产机关以及申请人到现场确认使用范围 经过确认无误之后 以及地级套绘图 在有公所进送地震事务所办理图面分割 减少挥抗的次数 加速审查资料制作 欢迎县府民族人出保留地管理科 业所本表示,欢迎县从96年起受理27,943笔真话边 原住民保留地申请案件 其中以光复箱、封闭箱以及预理证申请案件最多 约占全县受理比数数量五成 目前出审比数已经超过6000笔 但因公所人力异动频繁 加上跨部门全者业务繁多 这是行政作业程序繁琐 而会堪作业因而相关权者机关或申请人未到场 导致会堪次数增加 进而影响初审作业的进度 让许多族人们在取得所有权时 历经漫长的等待 欢迎县原住民增设人数为93000余人 占全县人口约三成 也是原住民族人口最多的县市 在加速方案计划的益出之下 增华边原住民保留地的量即将提升 也将更加努力推动 让主人们能够尽早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所有权利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